清单检视区块的操作 我们点在每个地方看到这个家 你现在看这个家应该比较习惯了 这个 那这个三条现在做什么事情 他可以看这个页面的所有的区块 比如说这个 我点这个群组 我点这里 这个群组目前是跳到这一页 如果我这边删 从这里有三个图对不对 那下面有其他就全部删掉了 我先把它删掉了 点这三个点点把它移除区块 整组都不见了 来 那再看一下这个 目前这个 有看到媒体跟文字吗 媒体跟文字 媒体跟文字 这个我点这里 就选到这整组 你看见吗 这个 这个不要你可以把它做移除 那我再加一下给你看 当我在加的时候 来 我再点这个版面配置的 这个就是个别的区块 这是它帮你配置好的 有图有文 你那边可以选 当然这边可以 我再点一下这个 这三个图 一个文字在这里 还有个标题 看到吗 点起来 加在这里哦 来 看一下 那这边到这里来的时候 这个就是个block 我现在从这里 最上面这里 可以看到 所有这个页面的block 第一个封面就是这个 我刚刚说 加了封面图可以放到背面 这边标题 段落文字 就是这些 标题是谁 这类的 那段落都在文字 那如果点格装版面 就跳到这个block了 这可以快速跳跃 这边可以协助你来做检视 OK吗 那接下来就是点这个 这个图 我不是要介绍这个 我要介绍的是昆虫 我是什么的 那就从这里来做t1哦 那这是我们上传的媒体库 这从电脑 假设你下载 还没传上去 传上去 后来都会跑到这里来 我再换一下吧 假设这个 我们就先拿内建的 读过来修就好了 好吧 就这个先 这个是大堵小堵 忘记了 换掉了 对不对 那点这里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你的素材换掉 我再下载一个好了 加个别 来 我也点点可爱的昆虫 点了什么 插画的 好 再换一次好了 点起来 免费下载 小一点就好了 其实这样已经太大了 OK吗 下载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编辑的地方来 刚才这里 在哪里 有点 点这里 更换 更换把它传上去吧 在哪里 下载去 好来 那这个我也再传下 这个时间关系 我就直接点更换 更换 把这经语 等下再换掉吧 哦 我可以把图刷上去 那当然文字这边就做修改 做更新哦 那跟我们再看一下 那这里有几个方式 这里你看一下 这个Google项目 你就全部讨论 那同 传的图片 我刚后来传的这两个上去 这两个 走在哪里 都会在这里 我们回到哪里 再点仪表板 都在什么地方 哪里 媒体柜 你只要曾经上传的图片 后来其实都会在这里 这些素材可以重复使用 所以你上传的素材都会在这里 我们刚还没有做什么 update哦 我刚改了半年 进去有更新到吗 我好像还没给它更新到 等一下再做更新 来你再试一下 那个清单检视